今天一共死了14个人 两帮黑帮正在火并 一旁的小孩却在掰木棍借人头 说完嘻嘻哈哈地拍拍屁股走人 似乎对死人早已习以为常 这里就是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 此处鱼龙混杂各色 势力盘根错节 许文强孤身一人 风尘仆仆地抵达上海 他正在街头举举独行 巧遇两黑帮人物在火并 身为外地人的许文强 哪进步这架势 反而是一旁的小贩 见识不对 把他推入安全处避难 两人由此结识 得知许文强来上海寻朋友 而他口中朋友的地址刚刚被拆 小范丁丽便主动邀他 在自己家暂住一宿 丁丽与母亲在平民街相依为命 吃水用不起自来水 睡觉只能睡烂席子 床头却贴了一张 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报道 上面是丁丽的偶像冯镜头 他是上海法租界出名的有钱人 丁丽言语间 透露出对有钱人的相报 许文强从他口中得知 自己要来口号的朋友方燕云 已经成了上海有名的娇气花 第二日 许文强醒来 早早就离开了丁家 他无意间 在早餐摊子上听到消息 知道自己要找的娇气花方燕云 有可能会在沈富翁的丧礼上出现 这个女人 即使被一堆姨太太 戳了几两股讲小话 亦是目不歧视 特立独行 他一转头 就看到了昔日旧有 方燕云与许文强相认 带他回了家中的大别墅 说了要请他吃饭 他向来不在意什么身修 这次竟主动提出要吃蛇羹 方燕云看着曾经的旧友 觉得他变了许多 两人细语跨旧 许文强请方燕云收留他住在此处 哪怕是留在客厅 睡沙发也好 方燕云听他这般说 心中起落难言 曾经那个风度翩翩的斯文公子 怎会在三年老雨之灾后 沦落至此 他自然要尽力帮许文强 于是提出要帮他寻奋工作 换上西装的许文强面目隐心 全然不似之前的落魄不恙 方燕云带他去见自己的一个相好 这李老板早已对他垂涎已久 面对美人耳旁吹香风 哪里经得住这般色勇 一时便答应了安排许文强 到他手下的美华戏院去做经理 这美华戏院 向来是李老板手下的老人阿炳在管理 这下空降下来的关系户 阿炳对他很是看不起 如果是个吃干饭的空架子也还好 偏偏这个许文强提出 把戏院装修一下 李老板听了他的话 这本是三流的美华戏院 一跃成为了与力都戏院并肩的二流戏院 这下李老板对许文强更是器重 阿炳因此对他牺牲生妒忌 这日临近的力都戏院 眼红美华戏院抢生意 便派人把美华上映中的片子抢走 戏院因此变得一片混乱 此事正中阿炳下怀 本以为许文强必然会束手无策 谁知他阻止了准备打群架的老板 直接孤身入虎穴去谈判 力都王老板却提出 要入股美华的无理要求 见许文强不答应 还用剪片子来威胁他 这王老板欺人太甚 许文强也不装了 那咱们是直奔主题 他在重墙途中挟持王老板 要他一路牵手把片子送回了美华戏院 见许文强把片要回 又这般长脸比老板对他更为赞许 相对的阿炳被点滴之后更加气急 揭晓有个威大个儿的大力士在卖艺 打赢便能得到一块钱 为了那一块钱 丁力不顾性命上前一搏 在金钱的诱惑下 一顿操作猛如虎 打败了那个威大个儿 卖艺的却转身跑了不给钱 丁力哪会愿意 上去对着他就是一顿好揍 此情此景 被路过的阿炳所见 阿炳以为他是个狂暴之徒 于是出钱收买了丁力 想要他替自己除掉许文强 按照阿炳给的消息 丁力伺服在夜总会门口 待许文强出了夜总会时 便以利刃闪电刺杀 但他不是许文强的对手 出击失手之后 反被许文强所认出 刺杀失败之后 他逃脱返回报告阿炳 阿炳却出尔反尔想要杀他灭口 丁力措手不及之下被砍伤 拼死抵抗免得一死 慌忙逃窜回家 许文强追寻到丁力家中 应付他母亲之后 质问其幕后指使 丁力交代是阿炳主使 且自己事先并不知情 许文强见他伤势严重 先送丁力去医院治伤 两人相以联合对付阿炳 许文强把受伤的丁力 带去见李老板 向他揭露阿炳的阴谋 李老板换来阿炳准备算账 并叮嘱许文强 在阿炳进门前 要搜出他袖中的飞刀 但许文强阳奉阴伟 有意放阿炳强携利器入场 会上阿炳承认其行径 并想要篡位以袖中飞刀 刺杀李老板 随后许文强与他搏斗 并将阿炳一刀击毙 许文强此番杀鸡敬猴之举 算是立了威 他制止了打斗的众人 众人设于许文强神威 推举其为美华戏院新董事长 这是许文强在上海初开天地的第一步 势必他邀来方燕云共参 以还旧情 方燕云满怀感触地怀念 许文强曾经那副爱国青年的模样 当事人却表示 早已厌倦以前的样子 当方燕云提出 他曾经的同志蔡晓东时 许文强回想起伤心的过往 选择避而不谈 许文强和丁丽搬到新住所 两人重归于好 打算一起干事业 上海法族界的老板冯敬瑶 听说许文强继其主持美华戏院 于是派手下阿翔见许文强 要求按照旧章抽取利益 许文强只肯出旧时一半利率 要与他讨价还价 这人赌树极佳 可不 就是丁丽的偶像冯敬瑶 冯敬瑶来到许文强的地盘 小赌击把 将赢得的钱 送给了身旁 抠空钱菜的小伙 随后被丁丽认出 冯敬瑶邀请许文强和丁丽二人 参加明晚家中的派对 丁丽见到偶像很是忐忑 许文强来到丁丽房间 换上新西装之后的丁丽 容貌焕发 于是对他一番夸想 安慰他不要太不紧张 两人如约前去参加派对 之间派对上 富商绅士云集 全是上海的大人物 冯敬瑶热情接近了二人 丁丽提到抽取利润一事 冯敬瑶表示 是小事 并拿二人先自行玩乐 许文强前去和几个富商老板交谈 阔记的陈太太 送了许文强两张戏院的票 许文强便借机邀请他一同跳舞 与拘谨的丁丽不同 他颇有左右逢源之势 冯敬瑶的朋友老郭 中途遭遇蓝衣队队员袭击 重枪身负重伤之后 仍然逃入冯家 冯敬瑶将其藏进房内 蓝衣队的陈队长随即到来 冯敬瑶接见了他 许文强看见受伤的老郭 眉头紧锁 陈队长坚决要抓人 冯敬瑶也坚决不允许蓝衣队 在法租界闹事 双方都寸步不绕 陈队长声称 所要抓捕的人为汉奸 借此对其施压 冯敬瑶却不为所动 请蓝衣生为老郭智商 无奈 蓝衣医治老郭岌岌可危 冯敬瑶进退失聚 不想与蓝衣队作罪的他 忽然心生一计 出去大厅寻找许文强帮忙 许文强答应了他 并将计划吩咐给丁丽 丁丽返回大本营 召集兄弟们 对付守在冯家门外的蓝衣队 许文强再找冯敬瑶套近乎 冯敬瑶想要许文强帮他管理生意 丁丽屁颠颠的就想要答应 但是许文强想要自己逞出一番天下 拦住丁丽挽绝了冯敬瑶的妖性 但看在帮了他大忙的份上 冯敬瑶决定免掉在美华戏院的抽成 我老实告诉你 我陈连山不会和外国人做生意的 法国在贵德货仓一块发展经济 都邦先生准备提前买下货仓一带的地皮 与冯敬瑶三期分成 要他确保将地皮买到手 但御龙纺织厂的陈连山从这里起家 拒绝卖地搬场 更不愿意同外国人做生意 冯敬瑶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他手下的阿祥太流氓到他纺织厂中 打人泼猪血 陈连山到寻补房报完警 刚出门就被阿祥带人一顿暴打 冯敬瑶要阿祥处理好这件事 但不要用自己人 以免沾染上麻烦被女儿澄澄看到 伤痕累累的陈连山回到家中 得知了儿子陈汉林要回来的消息 顿时喜笑颜开 连疼也忘记了 此时的阿祥正在联系杀手 他吩咐 杀手在后天晚上之前杀掉陈连山 此时的北平校园内 冯成成与陈汉林别有一段缘分 陈汉林在学校是运动建教 和冯成成是校园恋人 他们与戴眼镜的汪月琪是好友 三人是家住上海的同学 这次冯成成与陈汉林一同坐回家火车 谁害林一心想去黄埔军校做军演 冯成成却不喜欢他这样做 二人一时还闹起了别扭 这个男人急匆匆上火车撞到了小孩 看到小孩哭 他又回头去扯起校中 从口袋里掏出苹果红小孩 冯成成的目光被这个男人吸引 当他坐到对面去开窗户 发觉冯成成在打量他 又礼貌地回了一个校 但这个校很是滑稽 冯成成不由地被他逗论 这个男人又被火车上学生的合唱声吸引 还特地加入进去 一本正经地去指挥乐团 看来还真是个有趣的人 冯敬尧带着一堆姑奶奶 浩浩荡荡地去接火车 遇到前来求助的许文强和丁丽 他们手下的叶总毁声一号 遭了隔壁碧的金大光眼红 他每天都派人来捣乱 知道这金大光和冯敬尧很熟 想要来找他谈谈 于是他们随着冯敬尧来火车站接程程 顺路在路上盘视 火车终于到站 陈汉林和冯丁丞都见到了家人 下车之后 车上那奇怪的男人 在衣服下伸出了枪想要行凶 下背眼尖的许文强看到这一举动 他抓起一旁 摊上的橘子就砸了过去 橘子砸歪了枪口 惹得人群骚动奔逃 刺客接连开枪 挟持一旁的丁丁 进入了临近的房间 一枪打死桌子下的警察 逼迫丁丁 坐到中间的凳子上 冯敬尧担心女儿的安全 想要警补房放走刺客 但他们看到记者赛旁 碍于面子 则想要冲进去缉拿刺客 这刺客自己受了伤 还安慰人质不要害怕 并将他在火车上看到的 八斤的家还给了他 承认知道他是个好人 倒也逐渐平静下来 担心他安慰的陈汉林 爬到墙角去查看 结果被刺客放了一枪 吓得摔倒在地上 好巧不巧 这刺客正是阿翔 买来本要杀陈连山的 许文强也看出了端倪 心中打起小九九 阿翔给刺客打电话 说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你抓的是老板的女儿 便要他放了橙橙出来 但这种情况下 他哪里敢信 生怕自己开门 就被打成筛子 外面在僵持之下 许文强自告奋勇 孤身进屋去 与刺客谈判 他要刺客带上橙橙 自己则开车 将刺客送到指定的安全地下车 因在刺客被剿枪的情况下 许文强把枪还给了他 并愿意照样遵守诺言送他离开 作为人质的橙橙 也不怯不畏 三人在车上反而相谈甚欢 临走之前 刺客还生了与他们结交之意 像朋友一般离去 但就在许文强转弯离开之际 从倒车镜中发现了不对 他将橙橙赶下车 自己倒车去救人 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 这刺客 着实算不得一个很坏的人 但已然被狠辣的冯镜鸟 派人杀死 许文强驾车驶来 接橙橙返家 途中 橙橙身体不适 许文强频频回头查看 对他很是关心 橙橙捂着嘴巴 看来是今天紧张过度晕车了 于是许文强放慢车速 建议下车呼吸新鲜空气 歇息一会儿 橙橙面露难色 点了点头表示从意 许文强把车停在路边 抬手脱了自己的黑衣外套 绅士的单手挽的衣服 为他开门 在橙橙下车后 又将外套披在他身上 双手紧紧扶着他 橙橙裹着散发着安全感的外套 这一波好感 直接刷爆 他一面询问着 许文强和父亲的关系 一面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又从闲谈中 得知他也曾在北平宁护大学 忽悠得眼光一闪 显然 对有胆有识 又绅士体贴的许文强 动了芳心 许文强主持下的夜总会 因为抽奖送箱本的活动 甚得消费者欢喜 进而门庭吸扰 老金的必要夜总会 因此生意一落千丈 早今盛怒之下 派手下约许文强 到老郑心谈判 冯家沙发上 冯澄澄和同学汪月琪打着电话 有意无意地 电梯到了陈汉林身上去 两人有说有笑 含着女儿间的私房话 嘻嘻闹闹 冯静瑶走来找自己的宝贝女儿 想着晚宴时叫上女儿 答谢一下许文强的救命之恩 冯澄澄早已与同学约好聚会 但得知许文强会到场 又怎会错过这个相处的好机会 房间里 丁丽惊叹着冯澄澄的美貌 不明白许文强 宁愿错过冯静瑶的晚宴 也要亲自前往夜总会查看 许文强提醒他 要提防老金再生事端 必须亲自返回夜总会坐镇 为此 许文强不暇赴宴 丁丽单独前往冯家 冯澄澄为了见许文强 推掉了难得的同学聚会 却只见到了知身来此的丁丽 瞬间就拉下脸来 陈汉林不喜读书 报名了皇甫军校参军想要为国家出力 但是在车站摔掉的腰还在隐隐作痛 冯澄澄约了汪月琪去教堂做尼撒 从北平回来后 他本打算去法国读书 但是遇上了许文强 让他不舍得离开上海 你回到上海才三天啊 可是有的人啊 你只要看他一眼就已经够了 这怕就是一见钟情了 等机缘不如自己去找 这哪还有心思做尼撒 澄澄转头就去寻新上人了 可惜这新上人不在家 他从小跟班口中套话 得知许文强可能去红玫瑰餐厅喝茶 又巴巴地跑去餐厅等人 可是连喝了三杯柠檬茶 也没等到该出现的人 城城多方寻觅无果 心灰意冷之下 还是按原计划去了教堂 但无心插流柳承音 他在此处遇到了来此谈生意的许文强 做完泥撒之后 他也不急着走 只站在门口显眼处 等许文强看到自己 不出所料 许文强过来给他打了个招呼 可惜短短几句话 就有事离开了 眼看要下雪了 城城因许文强冷淡的反应 稍显失落 但在回去的路上 又不由得心情好转 好歹也是遇到了想见的人 但他没想到 自己还会转角遇到爱 许文强的去而复返 定冯城城欣喜不已 两人撑伞漫步雪中 他对他 倾诉自己一天的忙碌追寻 身是佳人 雪景唯美 情景撩人 似乎有爱意 悄然滋生 陈汉林一心想考黄埔军校 考试之前 他去见了城城 但是城城心不在焉 一犯常态地夸他志向远大 一点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陈汉林 在体能测试便落了选 城城又是对他客气安慰 事出反常 必有妖 他从光月起口中 得知城城变了心 一日 他在公园遇见 城城在与许文强漫步 不由得度火中烧 回家之际 其父又要带着他前往许文强家 以答谢当日相救 这令汉林更为愤怒 但终 按下心中火气 与他爹去进行了一场 簇位十足的拜访 而许文强接近城城 只是为了多了解一下冯敬瑶 怕他因为上次的拒绝 报复自己 当看出 城城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 他便准备再也不和他接触 许文强刚接下会馆 不能够锋芒毕入 为了避免数大招风 许文强便答应了金大光 取消风头正盛的送香本活动 但此时的丁丽对此不以为然 偏偏挑起头稿事 这天 他泄购了一位家人贾一人 丁丽恋上贾一人 并向之极力追求 话说 但是送花方式 也是不走寻常路 大清早誓爱送的竟是白菊花 贾一人他也不介意 亦是高兴收下 此时 下被金大光中了个重招 原来这贾一人 竟是金大光的姨太太 因而金大光痛恨丁丽不宜 转而迁怒了叶总贵 派人当着许文强的面 砸了个稀巴烂 许文强自知 这波是丁丽的锅 贾一人回家后 境界巨变 他心爱的宠物狗被人残害 家中一片凌乱 而丁丽送他离开之后 就被金大光的手下给逮住了 他们硬着来 根本不是丁丽的对手 可再猛也架不住玩音的 再来身上洒了酒精 又在一旁点上火 丁丽也只能缴械投降 这个叼着雪茄 呲牙笑的 可不就是金大光 丁丽被打手挟持 金大光斥责丁丽 和他的姨太太有一腿 让他丢了面子 再不能在租界立足 要他和许文强 请来上海所有的邦会 当免向他认错 并且要他受胯下之人 丁丽生气之下出言冒犯 就被金大光下令 挨了一番毒打 才给扔回叶总会 请拿要酒 许文强心中 已然分晓大概 看到丁丽此番惨壮 他是又急又气 追问丁丽何以至此 丁丽却故左右而言 他气得许文强 将他从椅子上提起 见他这般模样 又只能摔杯泄愤 随着他去 丁丽不敢向许文强透露 金大光所提出的道歉条件 他对阿宠表示 既然这一锅由自己而起 那便应该由自己设法解决 这天丁丽再去假一人住处寻他 已是人去楼崩 再无迹可寻 这乡 许文强找冯敬尧出面 想要通过他的调解 解决与金大光的纠纷 冯敬尧答应了坐在中间人 那乡丁丽 要用暴力对付金大光 他从手下口中得知 金大光在理发店中理发 便纠集众人前往 用剃须刀 将金大光抹了脖子 许文强知道后 前去阻止他 但可惜已然来迟一步 这下要出大事了 许文强先前对老金百般忍让 就是为了安定 尚在官网阶段的各个邦派心思 如今金大光 自在他的人手中 上海滩各堂口 恨许文强逼远太甚 为了自卫 他们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许文强 收到许文强打来的求救电话 冯敬尧假装不在 不肯 做从中调和的中间人 这下走投无路了 众帮会向许文强 辖下的赌场 叶总会捣乱 指导总部 手下的兄弟 为掩护他们纷纷丧命 许文强和丁丽 侥幸逃生 一夜之间 名下的产业地盘 毁于一旦 许文强又受了伤 二人只好接来丁丽的母亲 回到了曾住过的旧棚户中暂壁 冯敬尧得知结果 则心中暗息 认为许文强势力技师 故久将会为自己效力 常不会带来消息 外面的帮会 正在寻找二人 而冯敬尧 想要救他们 此时的丁丽 已被富贵的生活 养刁了嘴 丁闻此话 由于向冯敬尧 投诚效力 但许文强并不情愿 他准备 要与丁丽分手 一人前往广州 丁丽却认为 他们要做打死不离的亲兄弟 情急之下 还使出了骨肉计 要割手臂 报答许文强教授之恩 许文强被他打动 最终决定 牺牲在冯敬尧手下 冯敬尧也是大手笔 当把许文强挖来 就把剑中公司的总经理之位 让给了他 但又存心斗一斗丁丽 将会上打盹了他 晾了两天 丁丽卷没有自己的职务 紧得像热锅上 帆团转的蚂蚁一般 生怕自己有劲使不上 许文强拉着他 出外用膳 看到一对卖伤妇女 在求人点歌 此时 正苦于座位难觅 正巧遇到了成成和汪月琪 成成提前定有座位 即邀请二人同坐 成成祝贺许文强 加入他爹公司工作 又对他大谢殷勤夹菜 反倒是许文强反应稳蛋 先前 那卖伤的妇女前来推销 许文强留下他们 老汉的心弦反而断了 许文强在掏钱让他们走时 腾腾心生怜悯 想要多给他们一些 二人手指相处 惹得成成娇羞不已 回去后 为安抚二人 冯敬瑶对二人起居生活 多加照顾 不但对丁丽安排了博尔介 还在他憧憬已久地 下飞路富人区 给安排了房子居住 丁丽工作起来更是卖地 一日 他在管理赌场的治安 得知有人出现 他追着那人出了门 一顿狠揍 把那出签的赌客 欧至半死 建筑公司这边 许文强要与外商角逐 准备以高数倍的价格 重金尽头自来水厂 被公司众人反对 认为没钱可赚 但冯敬瑶 一力支持许文强 因上海市的自来水资源被垄断 水质又差劲 所以 即使自来水一日一涨价 民众也要吃这个哑巴亏 这个小伙 就是为排了半天队的大婶 说话 背堆混混往死里揍 可见 霸权横行 人民用水堪忧 冯敬瑶召开记者会 借此机会宣传 称 若自来水厂尽头成功 他一定会改善上海的供水服务 就在此会中 许文强与大学时期的旧友 秋白无以重逢 此时的秋白作为记者 对成为冯敬瑶狗腿子的许文强 大力批判 但诚 诚诚又闯入办公室 给许文强送来了饼带 作为礼物 许文强直言 他对这个颜色没有好感 定冷淡表示 要把钱还给他 诚诚自觉没去 负气离去 这间夜里 一堆混混将诚诚所成的汽车团团围住 人群浩浩荡荡荡要将他掳走 幸好许文强及时将他救回 在众人赶到之际 都在忙着打团 留他一人在车上被偷了家 诚诚受了惊吓 恐惧成疾 丁力指责许文强 诚诚把他当保 他却把诚诚当草看待 此事 正是因自来水厂竞标仪式 公共租界帮会所所做的手笔 同时得知自来水厂移交的日期要压后 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日期 不孝德说 是有人在捣鬼 正是外国人 但公共租界的人 可不买冯敬尧的账 这件事就要许文强亲自出手了 被丁力所上的初线赌客心中不愤 他出钱收买起败 到夜总会门前 骚扰客人 干扰生意 许文强丁力又寻得主使的初线客所在 将他设服 这次初线客和华买办 是为洋人魔力士办事 准备买凶 刺杀冯敬尧 丁力将洋人姨太太 养的宠物狗做成的肉 第一滑买办事 让他见识到了 做养狗的下场 这滑买办 不知悔改 想要逃走 被许文强逆枪毙命 许文强直接去大本营找魔力士 三下五除二 便把魔力士的手下制服 并却魔与冯和解 顺便委婉提醒他 以后不要坐电梯 丢好将他陈述了 以后法租界容易停电的原因 你不信 哪有许文强拿不下的事 这当天 就给冯敬尧打来电话 称 自来水厂 下月十五 就能办移交手续了 冯敬尧也知道 自己女儿对许文强有意思 特地叮嘱她 去楼上去见诚诚 许文强无奈 只得前往 诚诚见许文强来主动寻她 凡是欣喜 许文强为了让她 不再痴缠自己 故意将自己 曾经入狱三年的事 告诉诚诚 诚诚当下 便终止了自己的上头行为 再看看 许久不曾出现的 陈汉林这边 她一心要改革社会避害 想从社会治安做起 于是 不听父母之劝 不但不肯继承家产 还执意加入了 上海巡捕房工作 上次九叔 把陈汉林带到巡捕房 以后 她就和同事山阳 与广大块儿一块工作 这第一天 陈汉林就学到了好东西 这俩巡捕去破案 进门 不由分数就开箱 侥幸躲过的人 想从门口逃出 却死在了陈汉林怀中 山阳还解释说 是因反抗才开的箱 这场景可吓坏了 温氏里养出的少爷 刚办完差的陈汉林 连馒头都吃不下去 广大块儿 不仅带她去看女人拉客 还带着她去坑 卖一人的辛苦钱 眼看着耍刀人 把自己赚的钱 给广大块儿上了贡 陈汉林还没明白过来 就这么跟着她 上街逛了一圈 吃饭时 广大块儿今天收的贡 分了她一半 见陈汉林不狠收 笑话她是教堂里的神父 来这卖膏药 这宣布的生活 和她理想中的大相径庭 原以为是正义之光 哪知成了稀释的蛀虫 陈汉林不甘心 她偏要做淤泥中的小白脸 一个人壮着胆子 硬是按着地图 端了好几家黑赌场 这厢冯敬瑶 还在为女儿澄澄考机会 要许文强和她 去参加慈善餐舞会 舞会当晚 许文强送澄澄回家 她已经从丁丽口中得居 许文强过去 是搞文学运动坐的牢 反而对她更加喜欢 许文强表示 我是个冷酷的男人 除了搞钱 我啥都不想 诚诚表示 我就是个能看懂 杀手温柔的奇女子 这一句暖的许文强 差点出车祸 许是还真被她暖到了 低了二去 诚诚就靠上了男神的肩膀 冯敬瑶这一波 属实助攻到位了 再来说陈汉林这一边的一举 把她的同事们 搞得头大不已 这天封了三爷的赌场 隔厅又拆了二爷的牌坊 连试图收买她的信封 也被退回 俩同事屡屡被黑波 托慢之下 对她冷嘲热讽 陈汉林回家 也是伤痕不断 被称为赌场克星还不够 你看看 她还换了张小地图 疯掉一个打一个岔 寻谱防备陈汉林 这么一脚活断了财路 本就是对她 只留了个面子在 但这一天他们聊几天 对冯敬瑶的女儿 开起了枪 陈汉林怎么能接受 有人侮辱她的女神成成 当下就对广大块 动起了手 但她哪知道 表面对她和气的九叔 早就想除掉她 以绝后患 而这边 把许文强搞到 手没多久的冯敬瑶 刚把人物热乎 就生了猜疑之心 其实这次啊 也不能全怪冯敬瑶 你看 接着这一天 街上遇到一个 赛命先生 这术士在大街上拦着她 虽是为了赚钱 但确实把她声平 说了的大差不差 还算出了她 大富大贵之相 心情愉悦之下 这才上了钱 可是江湖术士 也要给紧随其后的 许文强看相 说许文强以后 不仅大富大贵啊 还会比自己更胜一筹 虽说江湖术士之言 算不得真 但联想到许文强 前一位老板的死因 他心里未免有点犯底谱 再说这回到公司 确实 公司近期在这小子的管理下 那叫一个相当不错 只是这手下签合同下决策 怎么连自己的眼 都得过一下了 感情自己这个老板 是要被架空了吗 那也确实怪让人生气的 九叔告诉陈汉林 白老汇没经营牌照 要他带人去查 白老汇是许文强的地盘 他刚出门 就听到有寻谱叫嚷 便回去查看 男归男女归女 还动 小心 盯力上去 三两下制服 不怀好意的二人 好在许文强出手即时 陈汉林这次只受了皮肉伤 白老汇是领了牌照的 显然 这次九叔 是由异想害死陈汉林 许文强制止住他 告诫陈汉林 不学机灵点 以后会被所谓的自己人干掉 让他改变自己 去适应环境 陈汉林不愿去同流合污 许文强却告诉他 在上海这个流氓世界 越卑鄙才会越以权势 而权势才是一切 汉林已有所悟 他一改固态 与山羊等人同进退 而从山羊口中他得知 想要谋杀自己的人 正是九叔 白老汇曾经被寻补围馊之事 传到冯静尧耳朵里 他十分震怒 斥责丁李 自己的产业遇到这种事 竟然不先禀报自己 另一方面 则是弃寻补房不给自己面子 陈汉林掀起的笼络和言语的相逼下 山羊和广大块 作证是九叔指使此事 九叔对陈汉林记恨在心 成长向许文强三番四次示爱 总是遭到他冷漠对待 这次又被许文强放了鸽子 郁闷之下喝醉 被丁立送到了许文强处 许文强的态度真冷漠 连丁立都看不下去了 成长再次向许文强表白心意悲剧 失望之下 向父亲冯静尧坦言 要留学法国 远离上海这伤心地 但许文强早已对他动了侧影之心 冯静尧张作不经意地透露给许文强 成长要离开上海一世 许文强开始心神不宁 还拿出成长曾经送了领带亲吻 显然 他是在压抑自己对成长的心意 想明白的许文强开始反省 他对成长示好却被拒绝 可就在分别之际 成长被在街头打杀的混混下的花容失色 许文强放心不下 坚持护送成长回家 刚刚的事情让他感触无限 道出心中顾虑 他忍 自己也可能弱得如此下场 因此不想连累家人 成长若跟了他 并有可能会成为寡妇 第二日 许文强为了避免成长更伤感 便没有去送机 只是打了个电话致意 成长终究不忍心离开 途中折返回去寻许文强 瞎看到许文强系上了他送的领带 成长再次放弃了副法留学 称自己不怕变成寡妇 上海公布局要新选三位滑稽董事 冯静尧志在必得 为此 对于日本董事大道 百般讨好 还收买原本对大道冷冰冰的 娇气花贩妹 叫他花重金色用 冯静尧嘱咐许文强 停下手头所有工作 为他当选董事出力奔走 过几日 是上海联队和日桥队 同利乌普的足球比赛 这场比赛 无异于以卵结实 利乌普队必胜 为了讨公布局 几个董事欢心 冯静尧一时高兴 向他们保证 球赛在果 上海联队和日桥队 一定会胜过利乌普 以此作为讨好手段 并逐许文强做了些手脚 全上海都知道 日桥队是瘸腿的马 而利乌普是英国冠军队 相较之下 后者稳赢 许文强奉命要做小动作 见丁丽执意要买利乌普赢 注意兄弟情面 他选丁丽下小柱 然而丁丽没有听许文强的劝告 往里砸了全部家当 但在广播的播报里 这场球赛中 原本的英国冠军队打得稀碎 丁丽赔了得点掉 他生气地跑去质问许文强 为何能未卜先知 定质问许文强 为何做这种下流之事 许文强只能把真相告知 不久 有报纸把此事揭穿 暗讽冯敬尧收买客队 冯敬尧赫然震怒 偏微辱没了自己的名声 要许文强去往报馆交涉 取消掉这篇专栏 到了之后 许文强才知道 他要找的专栏作者 竟是他的旧友邱白 许文强劝阻他行事 邱白却不予理会 冯敬尧因贿赂立乌普一事 名声狼藉 这天 在主持大厦落成典礼 台下群众对他虚声四起 还冲他砸烂番茄 于是许文强收购了报社 将邱白专栏取消 如此 邱白只好黯然辞职 但他并不服输 也是有志气 这天 许文强和程程的散步 遇上邱白在公园演说 攻击冯敬尧对文化人的迫害 听他演讲的群众 见出程程是冯敬尧的女儿 纷纷朝他砸石头 许文强忙活着程程狼狈离去 由于邱白在路上发传单 攻击冯敬尧妇女 这下连没钱买报纸的人 都知道了冯敬尧的恶名 冯敬尧把程程送去杭州散心 报纸上有文章编造 程程在上学期间乱搞男女关系 丁力认为 这明显是邱白所为 要替许文强出头报复 调言要烧了邱白的拘措 但许文强不要他插手此事 你干什么 丁力寻到邱白住处 藏在黑暗中对他一顿暴揍 打鱼人之后 扔下医药费就离开了 然后又有两个神秘人 随后进入邱白房间 在他身上浇气油放火 第二日 许文强从报纸上团居 邱白住所起火 而他被烧死房中 联想到前一天丁力放的狠话 他以为是丁力所为 抓起床上在睡觉的丁力 就是一顿揍 丁力不明所以 即使说到如此确责 丁力仍是否认自己 曾经杀邱白一事 甚至气得发起了起床气 丁通过调查告知许文强 事实上 这事是冯敬尧派人所为 两兄弟和好如初 承承从杭州回来后返回上海 得据邱白死讯 他去相父追问此事 当问到邱白为何人所杀 冯敬尧骗他说 皆是丁力一时冲动所为 自己只是为了他们兄弟的和睦 背黑锅 邱白死后 报纸上仍不时刊登 有关他的死讯和道文 冯敬尧对此很是不悦 令手下阿翔设法支持 可谓是心胸狭窄的紧 You fool God damn 你干什么呀 他为什么打我 洋人又怎么样 这个鼻气大的适者叫刘明 颇有气节 从不折辱于洋人 刘明是金武馆的成员 而金武馆查到 善次郎等一伙日本人 表面上为日本商人 实则为日本间谍组织 天龙会的成员 金武馆从政府情报员 张达声处得到消息 天龙会在近日将会派出 残杀武术界的 著名女间谍山口香子 秘密到上海参与活动 他请求金武馆活捉山口香子 而这些日本人 则与冯敬尧有所勾结 这个四咪咪找女人 搭话的大物子 就是张达声 这一切 只是为了装出好色的模样 来收集情报 他登上这艘船 就是为了跟踪箱子 并且事先通缉了 在上海的金武门中人 赵景元 要他在上海接应自己 张达声盯上了目标 两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床上去 箱子含羞待切 亏多料张达声先去洗个澡 实则箱子早已看穿 张达声的身份 他把鞍鱼当通电 把正在洗澡的张达声 害死在其中 赵景元上船 接应不到张达声 便去寻他 路上 阿明扶起的老奶奶 正是箱子用高明的化妆术 所伪装的蒋模样 随后 他们发现船上抬出死尸 上前查看 竟知是张达声 箱子到达上海后 想要大胆拳脚 冯敬尔与这帮日本人勾结 宴请他们 并介绍许文强与箱子认识 许文强见箱子 只觉得很是眼熟 却一时想不起来 是在何处所见过 沙场老板王汉魂 与赵景元关系甚好 他在与冯敬尧 争公布局的华人董事位置 美国人对冯敬尧很是反感 而王汉魂 就是美国人扶植的傀儡 大到中途离奇 去赴王汉魂的宴 冯敬尧 他自己董事之位被抢 许文强出主意 要冯敬尧讨好美国人 但他已经求助于箱子帮忙 箱子和许多国家的政要人物 关系都搞得很好 许文强配合箱子形势 箱子计划安排严密 使他暗自佩服 他跟随箱子 去拉拢教堂神父 路上将暗中跟随他们的刘明揪了出来 看到箱子手上的铃铛 刘明认出他就是凶手 冲动之下就上去动手 结果被许文强打伤 逃回武馆 师父赵景元告诫他 轻举妄动 只会打草惊蛇 董事会竞选即将尘埃落定 先前答应支持冯敬尧的魔力士 突然调转枪头报复他 于是后天 王汉魂将被宣布成为华人董事 见此 许文强心胜一计 就在这天晚上 王汉魂到叶总会庆祝 大手一挥 把所有舞池边的小姐都给叫了过来 请所有人跳舞 还在开心之下 刻意捧年老四摔的一名小姐 做当晚的百花皇后 看来也是个沉迷声色之人 没多久 他就看上了箱子的美貌 百花皇后的竞选 是票数多者得 王汉魂指着给箱子名下 买了二十万票 就这般 箱子乃巧诗美人计 在华人董事揭晓的前夕 王汉魂被箱子用枕头 闷死在床上 冯敬尧如愿当选董事一职 金武馆还以为王汉魂的死是意外 直到刘明认出 报纸上的许文强 就是那天 用针刺伤他的人 明白了王汉魂之死 另有猫腻 他带人去逼问许文强箱子的下落 许文强和丁密不敌 最终狼废逃离 成正给许文强擦伤药 恰意与陈汉林来访 一时 他心中可不是滋味 陈汉林来此 是问他王汉魂之死 许文强失口否认 只说自己不知道此事 赵景元师徒一直怀疑箱子的身份 并不停歇地 对这帮日本间谍加以跟踪 箱子对金武馆恨之入谱 决定杀一敬拜 这天 赵景元与刘明两师徒在茶馆喝茶 意识到有人跟踪准备走人 果不其然 刚出门口便有人加以袭击 刘明尚能对付他们 赵景元上了年纪 却不是他们的对手 见此 刘明护送受伤的师傅先行离开 但就在赵景元逃亡的路上 仗到一位买菜的老妇 这老妇却趁着赵景元道歉之际 按出一刀将他刺死 正是箱子化妆而成 随后赶上来的刘明 恰认出山口箱子 并在交手之时夺获了 他手上的小军领 夜里 流明打晕日本人货商的巡逻 带着小伙伴们撒汽油放火 烧掉了日本人的未知速仓库 且在此后 上海不断有对日本机构不利的事件发生 箱子则被冯进尧 对上海的日本人保护不利 冯进尧只能回答 要寻补房加紧缉拿凶手归案 箱子 抵中央日本与他的合作威胁他 随机又指出这一连串事情都是精武馆所为 但精武馆向来深得民心 冯进尧也不敢轻易疯了他们 这天夜里 刘明孤身前往夜总会来找许文强 他拿出 那天从箱子身上夺获的小金灵 并告诉许文强 横田夫人 电视天龙会的山口箱子 许文强也是一惊 刘明如今 得知他们先前不明真相 他以民族大意相击 要许文强输出箱子的居所 哀于老板和箱子的合作关系 许文强只是用言词推唐过去 即使刘明哀求他 也不改前态 刘明气愤离去 良言 要烧进日本在上海的物业 直到箱子主动出面寻他 许文强终日为事务狂怒 拼拼爽约 冷落了晨晨 他装作冯进尧的模样 逗乐了他 于是 晨晨只能大度地支持他去工作 精通茶道的人应该通勤打理 单听茶道 我就看不出 贵国竟然有这么心狠手啊 许文强去找品茶 席间一语道破他的身份 又指出 他原来的真名 他表示 会帮他保守这个秘密 但是 许文强请求箱子 放精武馆众林一马 箱子见状不慌 反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二人聊过此事 一同出门 下辈 正在与汪月齐散步的城城看到 许文强与箱子协行 城城度火中烧 转头便回家去 见北与许文强有约的女儿 神情颓丧 冯敬尧上前询问 成背负坦言心事 表示自己一直缺少家庭温暖 有时候就想要有个妈 这当爹的 也是脑回入清奇 一心只想搞事业 冯敬尧慈祥地告诉女儿 那你赶紧结婚 成立个小家 爹爹还没完够 但是你得安稳 城城莫名其了 给自己催了个婚 一时脑壳大 好巧不巧 气头上许文强打来电话 城城问他 今天是不是回一个女人谈生意 许文强反问他 今天是不是跟踪他 这大直男一句话触碰红线 爱咋咋吧 说来也巧 这边盯力看许文强 一朝莫展的模样 劝他不要管刘明的事 早点和城城结婚 做了女婿之后 要管的事就没这么多了 但是许文强表示 自己从不想结婚 善太郎正与许文强签妥合约 录像被刘明跟踪 但被善太郎发现 待到刘明追尺拐角 将埋伏在此的打手击败 善太郎掏出手枪要射击刘明 竟得许文强及时阻拦 刘明才能脱险 江子得知 立即致点冯敬尧 把此事报之 质责许文强为两面派 冯敬尧把箱子说的话 转告给许文强 告诫他 不准出现第二次 许文强内心矛盾起来 忽然念及 丁丽说道的结婚仪式 他便电话约 城城同游 大世界游乐场姐们 但他到底是没有将话说出口 日本人得到消息 金武馆众人 将在赵景元头七那天集会 上海各门派的人都会参加 江子探得消息后 急致电冯敬尧 要他届时派人前来相处 故要把金武门派中人除掉 冯敬尧为了试探许文强的中心 吩咐他当晚去送货给江子 但并不告诉他 所办的是什么事 只说送的货物是汽车零件 许文强察觉是有蹊跷 打电话去查这批货是什么 但又猜到 是冯敬尧刻意试探 又决定不去查货 许文强隐约猜到是何事 好好倒杯酒 手中酒杯却连连颤抖 他给程程打电话 得知他还在剧院 夜幕中 临着与惊慌颤抖的质寻程程 剧院台上 在上演罗米欧与朱丽叶 许文强浑身湿透 狼尾不堪等着他结束 你答应我这 我们结婚 文强 婚约已定 准新郎却闷闷不论 他带着丁丽来到货仓 但又独自去看内地货 许文强发现 冯敬尧交通的货物 竟是一发发的子弹 不由大恶 又从丁丽口中得知 金武门相聚之日 是他大昏当晚 脑海中极强降出 箱子且箱 向刘明等人扫射的画面 经过多番考虑 徐文强回家后 依然打电话 将此事告知给陈汉林 要他通知 金武门中的人 对此事防范 但他声明 此事一定要使自己置身度外 陈汉林联合金武馆商量对策 准备将计就计 投机当晚 徐文强代表冯敬尧与祥书一起 在仓库里 与箱子交货 双方半颇移交手续 事情看似顺利 箱子吩咐手下 开箱取出枪械 但手下开箱一看 箱内空空如也 看着这一堆空箱子 众人香鼓失色 箱子本还在怀疑 是谁泄露了这个消息 当即又决定 心撤退为妙 此时 刘明帅金武门人冲上来 双方展开恶斗 在混战中打成一片 徐文强和祥书 也被卷入其中 半途 许文强受袭不敌 口吐鲜血 刘明挺身出来袒护他 对门人称 他是自己人 被祥书听到 刘明和许文强去追箱子 箱子掏出银针 藏在暗处 偷袭刘明成功后 也暴露在了许文强的枪口下 箱子去匕首遇杀文强 但却被躲开 为了自卫 许文强不得不开箱 将他打死 刘明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猜到 若是他现在回去 冯敬尧一定不会放过许文强 要求 他与自己同返金武门 以暂闭封头 但遭到许文强拒绝 祥书重伤逃脱 逃到冯家后 便告知冯敬尧 是许文强出败了他们 冯敬尧勃然大怒 打发手下 到上海各处搜索 一定要把许文强请货 此时的丁礼 还在女人的床上不知此事 可怜程程 也还不知事变 到了约定之时 痴心地在珠宝殿等候着 许文强与他同够订婚戒指 此时的许文强 在躲藏之下憔悴疲累 他蹒跚地走进食物摊贩前 却被冯敬尧的手下发现 他们在身后穷追不舍 文强中刀 没命奔逃 一个逃 一伙追 眼看插势难飞 竟跟冯敬尧一个手下暗中相助 自相为代价 给他一把斧头 许文强才得以离去 为了给日本人一个交代 冯敬尧发挥奥斯卡演技 否得丁礼 把许文强视作判斧 并答应替他找人 诚诚也察觉到事情不对 焦虑地向父追问文强的下落 冯敬尧连女儿也照样骗 装作想要帮助二人的模样 诱导女儿 若得知许文强下落 一定要告诉自己 受伤的许文强 凭着最后的意志 扣向了常规的门 这厢锦里在寻许文强 发现自己被人监视 山路墙后 一个反埋伏 将这跟踪他的几人一锅端 一看不要紧 竟还是自己人 既然坦白 是大老板冯敬尧的命令 丁礼生气地 让他们回禀冯敬尧 如果相信他 就不要派人来监视 他到自己母亲的住处 来寻许文强 得知许文强不在这里 但是母亲抱怨 丁礼不来看望自己 还不如文强和常规 常来聊聊天受到启发 丁礼转往常规处寻人 此时的许文强 正在常规处吃白米饭 常规对吃成包子脸的 许文强关怀背致 还倒来了山草药 给他敷伤口 突然许文强伤口复发 常规告诉他 自己将一切 打理得妥妥当当 看着这真诚单纯 对他的好兄弟 许文强感动得眼泛泪夸 常规帮他脱掉外套 顺口赞叹了 露出来的金表 许文强见他喜欢 将表送给他 这小孩却以为 这是兄弟之间的帮忙 不肯要 扬言要等自己长大了 赚很多钱 像许文强一样 他虽然爱财 但也很讲义气 隔壁的大哥 撑传出去了 常规把许文强扶到了 邻居的空房间中休息 这里相较更安全 就在此时 丁力来敲门 拦开常规挡门的手 闯进来 常规给许文强打掩护 承作他没来过的样子 可惜演技拙劣 漏洞百出 丁力早已在摸到 许文强的金表时 心中猜得分明 无论常规如何去劝阻 丁力也不戳破 只是要坐在屋里 等许文强自己出来 我只想坐在这儿等他 不用打了 丁力给出来的许文强点烟 两个人单独谈话 诉说起过去 他的梦想和常规一样 但在许文强的提携下 那些都成了真 许文强帮助他良多 连穿衣配色都是他所教 丁力问他 为何要这么做 许文强只以为 是丁力想杀他 也不愿多做解释 让他赶紧动手杀了事 一旁偷定的常规 连忙从旁边的小门里 爬出来护住许文强 但他有能力做什么 丁力要送许文强 坐火车离开上海 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 他不能做 对不起许文强的事 所以要放过他 但是他也不能做 对不起冯敬尧的事 所以他要留下 许文强的一根尾纸 丁力很是不忍 他同许文强道别 从此之后 兄弟二人各走各路 听罢之后 许文强硬生生痛晕过去 丁力回去告诉冯敬尧 自己放走了许文强 冯敬尧勃然大怒 要把他当叛徒处置 丁力演艺灯 吸一横扯开衣服 愿意一命赔一命 没想到冯敬尧返校出来 他称自己 就喜欢讲义气的人 叫丁力回去休息 而自己 却狠狠地捏捡了那一节断指 深夜 晨晨在噩梦中 尖叫着文强的名字惊醒 冯敬尧闻声赶去抚慰女儿 原来 是晨晨梦到许文强浑身是血 要他去相救 此时的许文强 也正在昏迷中 换着诚诚的名字 他在高烧中 被反复折磨 却怕身份暴露 不肯让常滚去求医 冯敬尧告诉寻补房的方局长 许文强还没有离开上海 日本领事馆对此事催得紧 若交不出人 方局长和他都有麻烦 方局长按照冯敬尧的吩咐 盗集一切人马 封锁了上海的所有出入口 若发现许文强 格杀无论 陈安林将此事告诉了丁力 向他询问许文强的藏身地 他将真相告诉丁力 陈汉林和金武会的人想趁机消灭天龙会 但事先不知道许文强在天龙会之中 因此才害了许文强 丁力听罢 薅着他头发就是一顿揍 但打死他也不能救许文强 丁力嘴上说 不能做对不起冯敬尧的事 但终究是不忍心 还是透露出线索给他 幸好陈汉林也激怒 按照他透露出的线索 猜出来了许文强的藏身地 常规为文强包扎伤口 说到昨晚 听到他一直在喊梦话叫成长的名字 许文强心中触动 始终放心不下成长 这天正是礼拜天 他便让常规去教堂帮他寻成长 常规去教堂做泥撒 看到他爹的手下 也跟着他来到教堂 心中很是奇怪 常规在哪 常规开门 我也很重要的事 听出是陈汉林的声音 许文强迎他进门 陈汉林为自己导致的结果道歉 并要求许文强立即随他上车 可平安离开此地 但文强固执着不肯走 说要见成长最后一面 才放心离去 并表示他们已约在教堂后山见面 他想让成长知道自己对不起他 是逼不得已 如若不见 他和成长彼此都放不下心 陈汉林为文强的痴情感动 决定送他前往 常规在教堂中寻得成长 将字条夹入书中递给他 成长看到字条 忽悠得喜上眉梢 他奔去告诫室 向神父寻求帮助 说自己要去见未婚夫最后一面 在神父的帮助下 成长甩开详书二人的跟踪 循着小路向约会地点奔去 然而他全然不绝 冰中另有他爹派的手下 扶在草丛中 监视着他 点开一人一车 都到了约定地点 徐文强将要下车之时 发现了麻衣服的眼线 即使内心百般不舍 也只得遗憾离去 再见 火车站巡检严密 九叔带人逐一排查 连贩卖水果的箱子也会被拆开 这个可怜的妇人刚死了丈夫 九叔执意要拆开棺材检查 常规趁机 在看热浪的人群中抢东西 以转移群检的注意力 棺材打开的缝臭气熏天 让人不愿再看第二年 人就在火车上 许文强从棺材中爬了出来 晨晨没有等到许文强来赴约 路上又看到他的通缉令 回家之后一头咬定 没有等到人 是因为他爹已经杀了许文强 再也不愿相信他 冯信尧也很是头的 这一次我真没骗你 不仅没杀他 我连他头发三人都没见着 晨晨又踩小碎步 去向丁力追问许文强藏身之地 但即使听到事实 他也不相信 许文强不见他一面 就离开上海 于是又回到约定的地方 去等他 但终是被劝回家去 此时的许文强 孤身一人到达了目的地 于老头和孙子在街边买单药 他劝许文强治哪伤 不然活不过今年 但是许文强 没有把这种江湖术士的话 放在心上 爷孙爱人来面馆吃饭 下与许文强同桌 叫小客的小孩 皮得很 刚坐上桌 就对着许文强吐舌头 约老头吃完素面清汤 却拿壶 倒走了桌上的半壶酱油 看了二人生活 也是不容易的 熊孩子不肯老实 抬手拔了他爷爷一根头发 骚鼻孔 对面许文强在吃饭 他面对许文强打喷嚏 得 许文强被带着操作 秀了一脸 这下也没胃口了 当下就要结账走人 小客趁机 将他剩下的饭菜 都扒拉进了自己的碗里 许文强结账时 犯了难 他手中的大洋 在几年前 便不在此地流通了 现在香港都用港币 他想去钱庄 换来钱付餐费 领走钱 压下了自己的金笔 老板其他是个外地人 便贪图钱财 带许文强回来付了钱 却把金笔 换成了普通的钢笔给他 许文强当然不干 他便嚷嚷来 围观群众来评理 反说是许文强在敲竹杠 强哥哪受过这种委屈 小孩站起身 给他叫好 老板却扔让伙计 吹哨子叫警察 许文强只能吃了个哑巴亏离开 半路被那卖药小孩追上 想要同他学飞刀 好回家扎蟑螂 老头追孙子 看到许文强在找房子 他主动地提出要帮忙 和出道上海时一样 他仍然要越贫越好 不过 要他帮忙是需要收费的 于老头把孙子送回家 带着许文强去看房子 房间简陋 但胜在房东热情 呆负了酬金 二人离开 许文强这才将 一直插在口袋中的伤手拿出 独自一人落寞 夜里 他从噩梦中惊醒 小客给他送来了叉烧包吃 这是 他在茶楼工作的姐姐阿弟带来的 小客还是想要同他学捉蟑螂 许文强告诉他 只要多练练便能学会 小客在家 对着碗柜砸蟑螂 被阿弟追着揍 跑到了许文强床下躲藏 这个嘴硬的皮孩子 给他灰暗的时光 添了不少颜色 得知许文强还在找工作 阿弟给他介绍到茶楼做跑堂 生活上暂能解决 还有阿弟总是照顾他 但茶客品流复杂 时常有伙开字花店的无赖 上茶楼滋扰 许文强如惊弓之鸟 整日提心吊胆 好在孤身一人在他乡 约老头一家对他多有照顾 常来茶楼的刘编辑 慧眼识英雄 他赏识许文强的一首好字 邀请他加入报馆去做校队 并介绍了同样九个手指头的记者 昌哥与他认识 当他与刘编辑在茶楼谈论工作时 那会儿开字花店的流氓 许文强上前相劝 结果被一众流氓围着暴打 茶馆老板劝不得嫁 便吹哨子换警察才救下文强 小客拿来卖的跌打药给他智商 但与老头拦着他说要卖钱 原来他卖的药都是面粉做的 但舍得拿出正牌的跌打酒给许文强用 小客的飞镖练得越来越准 张张着要帮他报仇 许文强去报馆做校队 这天他同刘宾姐去茶楼喝茶 又遇上了那伙流氓 许文强不愿惹事借库离去 不料还是被流氓头子发现 他吩咐手下尾随跟踪文强 许文强自然看破了这漏洞百出的跟踪方式 机智地摆脱尾巴 急奔返回住处 这流氓头子认出了许文强的身份 说是上海有大亨放出消息 要找他正模样的人 阿弟听到 连忙一路狂奔回之报信 许文强已收拾好行李 满面歉意地向余老头解释 为了避免被牵连会被找麻烦 他要求余老头一家一起逃离香港 余老头也好说话 即刻便带他去赤柱投奔亲戚 再说上海这边 丁力工作勤奋卖力 冯敬尧为了更进一步收买他 便提升丁力做他的左右手 丁力非常兴奋 冯敬尧告诉他自己获得消息 德志文强已逃抵香港 而他现在已经派人过去接应 冯敬尧想要借此试探他的反应 丁力却宣称 他本人对感情及理智 是划分得很清楚的 到了试住也不安全 冯敬尧的手下带了一箱黄金 次日就要抵达香港抨击他 许文强不愿提心吊胆地过一辈子 他回想 自己在上海过的一切 只觉得很是荒谬 他想存几个钱做小本生意 你给不给啊 许文强沦落到收保护费 还不是店里小色的对手 其实不然 许文强知道自己 若不死事情就不会平息 于是在面包店老板的帮助下 演了一场戏 让来光顾的混混误以为 面包店老板新收的小丝阿文 就是许文强 还故意让阿文吹嘘他在上海的经历 而自己扮作被打败的流氓 约他打架 以此移花接木 令人误会他已被寻仇 推下悬崖 意外身亡 使冯敬尧的手下 以及愈发财的流氓们 无计可施得以消停 经此一议 许文强决定安静下来 开始过平凡的日子 他与阿弟的感情日渐递增 而家中的澄澄 容颜憔悴郁寡欢 面对丁丽的友谊示好 他却态度冷淡 冯敬尧目睹这一切 许文强一事之后 成成对他这个当爹的 也是冷眼相待 他将许文强之死告诉丁丽 并暗中鼓励 他追求自家女儿 还自愿当辽姬 邀请他参加明天成成的生日宴 成成在生日宴这一天 躲在房间不愿见客 冯敬尧叫他下楼 却被他激怒气恼万分 成成摔脸子离开家中去散步 丁丽折向去对他好言开解 告诉他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他激动地回忆起 儿时对父亲的憎恨 但在父亲去世之后 他又生出良多感触 反而不舍 成正见此被解开来 跟随丁丽温顺地返回客厅 还买了水果带回 冯敬尧见状欣畏不已 冯敬尧在筹备商品展览 丁丽加紧宣传工作 冯敬尧透露 国货大王聂仁王 有意在上海大展拳脚 他想要压聂仁王一头 聚会上聂仁王一行人 谈起冯敬尧 皆对他的为人嗤之以鼻 冯敬尧为了试探聂的实力 去到聂仁王那州送菜 想要与他交个朋友 但聂仁王却不买账 当场就给他甩脸子 再加上聂仁王的国火州 在他公司的展会之前 率先抢了展位 冯敬尧脑恨更甚 心中生起了恶念 这帮流氓跑到国会州的展会上闹事 正是冯敬尧下的命令 可聂仁王毕竟是初来乍到 他想破脑袋 也不知道是谁在难为他 冯家 诚诚对丁丽的态度逐渐好转 俩人有事没事还会聊聊天 再说常贵如今前来投靠丁丽 打算在他手下做事 如今的丁丽越来越老成 曾经的他只会写自己名字 如今却总是想一个人买书去看 地位见高 笑容也见少 这时还不识江湖式的常贵 越发像刚出旧棚区的他 陈汉林兢兢业业抓凶手 被枪抵在下巴额子上 这小子还反倒威胁他 冯静尧一句话 就能让他丢了探长的位置 陈汉林偏偏不信邪 他带着人马 要以买凶破坏国货州的名义 拘捕冯静尧 但手下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倒是冯静尧 气定神闲地跟他到警察局 陈汉林把人证的供词 呈给局长 却被他抓把抓把给撕了 非说这是虚构的 陈汉林指责他们狼狈为奸 便被革职查办 这局长反又是点头哈腰地 给冯静尧道歉 这项许文强倒是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他日夜埋头埋脑的写稿 不仅给阿弟买了布料做衣服 还用积累的资金送给他买件木屋 想要了来瑜伽的亲愿 而阿弟用他买的布料 亲手给许文强裁了好衣服 对于买木屋的钱 他起初推辞不受 送命建议他先将钱拿去投资 做点小生意 要工资呢就当伙计 不要工资呢就做老板娘 怎么样 你占我的便宜 欧人这小日子 过得农情秘义未来可期 上海这乡丁丽 陪伴程程去网教堂 当行至一处地方 程程不误私人想到文强 不知一人今在何方 丁丽脱口而出 说许文强已死的消息 程程听闻大惊失色 得知掉牙之后未寻到尸首 程程不死心 决定亲自前往香港 查探文强的消息 他对他爹撒谎 说要去旅游散心 自己养个女儿要干嘛 冯敬敖心中知道这必有文章 他暗主降书 固责杀手尾随 程翰林被革职之后 猎人王邀请他去做宣传科科长 但是他不能忍受冯敬尧 在上海罪恶掏听的行为 程翰林道出 冯敬尧出卖国家民族 勾结天龙会的日本人 想杀害金武门一世 猎人王听闻此话 支持他揭发冯敬尧的罪行 冯敬尧派出的杀手 随程程到香港 此时程翰林也来到香港 他此行来 是为了来寻得许文强 同他回上海 只要能提供日本间谍 勾结冯敬尧的详细资料 就能在猎人王的庇护下 扳倒冯敬尧为他报仇 但被许文强淡然拒绝 他如今已经结婚 并不想报复任何人 从搞学生运动开始 他每天都过着恐怖血腥的生活 他追求理想 追求物质享受 结果的收获就是一无所有 反而现在才真正获得安宁 只希望同于家人 过着清淡的生活 陈翰林文言哑然无语 当他送走文强后 竟与诚诚相遇 陈翰林看出 诚诚此行目的 诚诚表示 若找到心上人 便留在身边照顾他 但陈翰林劝诚诚 不要再找文强 不然只会突然增加双方的痛苦 可惜诚诚 不能理解他劝见中的深意 小客已经练会了 非刀扎蟑螂的绝技 餐桌上 许文强对爷爷的手艺 大家赞许 一家子人 经营着一家餐馆 其冷融动 阿弟饭桌上感到不慎 原来是许文强要做爸爸了 然而陈翰林打电话 将诚诚到达香港之事 告诉许文强之后 许文强的内心激荡不已 看着怀着他孩子的阿弟 他心中有了抉择 既然选择了过安定的日子 就要与过往划清界限 他要陈翰林 将自己如今的状态告诉诚诚 若他见不到人便会离开 但是陈翰林明白 诚诚相信至死不欲 不会轻易言弃 为使诚诚对他彻底断了念想 他主动敲开了诚诚的房门 许文强听闻诚诚不愿回上海 依然将结婚仪式告诉了他 并带着他去往见家人 诚诚亲眼目睹事实 看着这美满的家庭 他不得不接受这一切欺然离去 这天许文强在摊上吃饭 被他假死作戏时的流氓认出 流氓跟踪他 想要找他算账 再说冯敬瑶派来的杀手 追踪至许文强家中 余老头以为他是许文强的朋友 对他好生招待 他却沉默不应 杀手闷不作声 接连杀掉了余老头一家老小 许文强回家看到此等惨状 一时间痛不欲生 气得只剩眼白 在陈汉林的阻拦之下 咬紧牙关坐在椅子上 许文强与冯敬瑶势不两立 澄澄黯然返回上海 丁丽和冯敬瑶意外又惊喜 对他关怀备至 黄月琪得知他的经历 带他网剧社再攒心 剧院里的导演欧阳汉 认为饰演海鸥中的 妮娜一角的演员 演不出神态来 这演员也是烂泥扶不上墙 该顾的地方偏生要笑 欧阳汉对演员要求苛刻 偏生便看中了澄澄的气质 叼紧他饰演妮娜 澄澄神色落寞 日行敲兽 冯敬瑶为师担心不已 不见一个劲的 想撮合女儿和丁丽相好 还怂恿丁丽陪他看戏排遣 藤上见他爹这样很是抗拒 对此不慎情愿 表现很是冷淡 还推说自己有约拒绝约会 丁丽频频被剧 处在一旁很是尴尬 冯敬瑶鼓励他不要灰心 追求女孩是需要耐性的 丁丽方才开怀 夜里他等程程回家 削着木雕困倒在沙发上 程程深夜返家 见状 使起掉在地上的木雕 把他逗醒 丁丽醒来看到他很是高兴 并将木雕送给程程做礼物 而丁丽等到现在 只是想要邀请他 一起去吃夜宵 程程见他如此真挚 到底心有不忍 最终还是答应了他 桌上丁丽对程程说过的每句话 都很是放在心上 程程为他逗乐 别那么傻 我是傻子 不过我是知恩心 丁丽热肆地要求 程程给他一个机会 他表示 虽然程程还未忘怀许文强 但他愿意等候 程程告诉他 许文强已经结婚 过着宁静的生活 丁丽文言很是开心 他说自己同样 也可以得到宁静 自己现实 干的已经是正当行业 和从前刀口填写的日子不同 他会努力改造自己 使程程对他有信心 程程却绕开话题 把他当朋友对待 许文强回到上海 再次来到方燕云的住处 他见到文强欣喜不已 第一次回上海 来到他这里 再次到上海 还是寻到他 他此次回上海的目的 就是要报仇 方燕云很是替他担心 报仇总是要打打杀杀的 许文强却说 我没有想杀他 只想让他身败名裂 绝迹上海滩 并说出 他想借助聂人王的势力 来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 方燕云说他 只是一个嘴上爱国 这只是为了巩固自己地位的人 此时的许文强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就是要复仇 在陈汉林的引荐下 许文强见到聂人王 聂人王也不拐弯磨脚 张口就把山口箱子的死 推到了金武门身上 许文强分析当下形势 冯敬尧是只老狐狸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如果需要他的帮助 当全力以赴 三人开始周密计划 第一步 就是要拿掉他公布局滑董的位子 首先 要借助渔润的力量 同时 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许文强想到了金武门流明 带着陈汉林就寻到了他 流明对冯敬尧仇恨万分 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聂人王表态 如果打倒了冯敬尧 他会全力支持 恢复金武门 许文强提出 自己以后要抛头露面 需要有个名头 就这样 他以聂人王的私人顾问身份出面 只要是打击冯敬尧的事 他都可以抉择 回到聂人王安排的住处 方燕云再次提醒许文强 聂人王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许文强表示 大家也就是互相利用而已 方燕云把后天 冯敬尧的请客的事告诉了他 当问及冯请客的原因 他推测 可能是这届华董选举开始了 想拉拢人心吧 许文强邪闷一笑 酒会当天 手下来报说今天很多人未到 冯敬尧让他去查明原因 尽心尽责的详书 已经先行一步去调查了 而聂人王的酒会上 却其乐融融 他把勾会局的主席 介绍给许文强 聂人王偷其所好 只说许文强不仅是他的私人顾问 还是他的跑马顾问 是张主席顿时来了兴趣 许文强拉着他就是交流跑马了 此时冯敬尧得知 是聂人王在背后搞事 当下就安排丁丽盯紧他们 丁丽回到公司 碰到澄澄来给他送饮出票 顿时欣喜不已 立即安排常柜 让张逆鼠分发给手下兄弟 并交代他自己一定会去的 此时的丁丽 在澄澄眼里也迸发了闪光点 聂人王和许文强正在议事 他看上了欧阳汉的报纸 打算用他的报纸搞舆论 恰好他是许文强的同学 后天是他话剧的公演 可以借此搞好关系 公演这一天 许文强找到欧阳汉 恰好丁丽到此看到了许文强 兄弟相见却分外生分 丁丽提起澄澄 说他在后台补妆 而此时的冯澄澄 却收到了一个花篮 送花之人 却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许文强 他立即出门询问 但是丁丽和一个陌生人出了门 但演出即将开始 自己只能先去演出 丁丽与文强在黑暗的道路上并行 他不见文强 为何要重返上海 许文强也是避重就轻 不做正面回答 丁丽再次追问他回上海的原因 许文强只说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自从断旨之后 二人以情断一绝 接候大家各走各路 并让他转告澄澄 他这次回来 是不会再见澄澄的 丁丽向冯敬尧报告 与许文强见面的经过 冯敬尧有意刺激丁丽 主作他 提防澄澄再见许文强 丁丽当下表示 自己和许文强再无关系 他会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许文强找到欧阳汉 欧阳汉谈及许文强的往事 并提到了他 曾在冯敬尧手下做事 许文强表示 自己和他已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来 是代表聂人王 收购他的新民日报版权 看到是许文强操作这家公司 欧阳汉很是放心 自此 对冯敬尧打击的第一步 就开始了 大街上 到处都在宣扬冯敬尧的黑幕 冯敬尧看到报纸 勃然大怒 让丁丽立即去查 新民报的主办人 丁丽提醒 这可能是背后有人的操控 冯敬尧瞬间明白 这是聂人王所为 当下带着丁丽找到方局长 对他进行施压 逮捕许文强 但方局长 货予聂人王的势力 难以服从 冯敬尧愤然离去 丁丽学着许文强的语气 转告了留给冯正正的话 冯正正同样疑惑 他为什么要再次回到上海 不要他向往的平静生活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 诚诚坚决要找到许文强 获于无奈 丁丽只好告诉他 可以找方彦云 来到方彦云的住处 恰好碰到许文强 方彦云赶紧迎客落座 转身就要离去 给二人留下私密空间 可许文强拦下他 明显是要拿他做挡箭牌 见此冯正正只好离去 方彦云灵机一动 赶紧让许文强送冯正正离开 困难的道路上 冯正正回忆往昔 一时间龙情蜜意 而许文强却无心谈情 诚诚问起他 为什么要回上海 许文强言语冷漠 他却一再借文强的太太 逼问他来上海的原因 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冯静瑶得知到了许文强的住处 当下安排人去灭掉他 并注册做得要干净利落些 许文强刚出门 就为几个藏在暗处的 持刀杀手拦下 他匆忙应对后赶紧逃离 众人追去却被打得倒地不起 原来 流明等级五门众人住在隔壁 许文强让他们给冯静瑶带话 让他不要再搞小动作 花音刚落就被警察举枪 众人只能举起手来 警察局内冯静瑶大发了一听 这挨打了人是自己的 还要处理他的人 方局长无奈 你们上门打人还有理了 问题是 你的人还都招了贡 诚诚文声赶来 拿出一份报纸 质问父亲 为什么还不放过门条 冯静瑶情绪激动 对着步步紧逼的女儿 就是一巴掌 诚诚愤然夺门而去 丁丽贤为而至 诚诚求他帮助文强 丁丽痛苦万分 告知他文强这次回来 是要对付他爹的 诚诚则妹也不肯相信 丁丽来到报社找到许文强 肯求他就此放手 消灭于冯静瑶的过往恩怨 文强举起背看的手指 表明自己断指后 本打算过上平静的生活 可冯静瑶却不想让他好过 又反问丁丽 如果你妈妈被人杀了 你会怎么做 丁丽警务 文强和冯静瑶之间的仇恨 不可能平息 冷静下来的许文强 交代丁丽 诚诚是无辜的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 都要照顾好他 丁丽点头答应就此离去 见到冯诚诚后 丁丽询问他 是否已经猜到了文强 回上海的原因 只是他不愿接受事实 一直在逃避 诚诚再次找到方燕云 表达了自己 想去阻止这场仇杀 方燕云或许同样 不想许文强死去 就把许文强的住址 告诉了他 诚诚在许文强家门口 苦苦等待 忙碌了一晚的他 回到家中 被躲在角落的诚诚喊住 诚诚表态 想和他一起离开上海 他甚至可以 不是冯静瑶的女儿 你可以不是冯静瑶的女儿 但是我不可能不是许文强 看到许文强坚定的眼神 诚诚诚读 以温情感化文强 将他小智道理 望血仇恨 文强眼中充满迷茫 但当他脑海中 闪过阿弟的惨死壮害时 仇恨的烈火再次熊熊燃起 他一定 要冯静瑶确债确强 诚诚伤心欲止 不要让文强伤害我爹 他想杀我爹 丁蜜表示 只要有他在 没人能靠近冯先生的身边 我下次来一定见到你笑 丁蜜邀请诚诚参加舞会散心 诚诚坦言 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他的心已经死了 然而丁蜜却毫不气馁 虽然你还没忘记许文强 但是他不会放弃 终有一日 会是丁蜜爱上他 之后 丁蜜加强了对他的追求 只要有丁蜜到的地方 总会能看到丁蜜的身影 丁蜜和丁蜜回到家中 看到满脸愁容的冯静瑶 上前询问 为什么街上那么多寻补 是出了什么事 原来是北伐军即将到来 聂尔王即将得势 警备司令部送来请帖 邀请冯静瑶出席 交涉使公署宴会 宴会上 聂尔王被众人奉承言如贵宾 冯静瑶却备受冷落 之后又受许文强一阵奚落 一时间 冯静瑶暴跳如雷 听力分析 这可能是许文强的诡计 劝他处世冷静 现在紧要的是堵住他们的嘴 先打垮他们的报社 当下 先要买通当局 向只开刀钳鞠舆舆论 实施新闻检查 这一步 许文强的报社就遇到了麻烦 所有的专版头条都存在问题 冯静瑶获得初步胜利 兴奋的设宴款待新闻调查员 吃热的酒宴上 两位检察员却齐齐称病 冯静瑶明知 是许文强从中作梗 却也莫奈他何 许文强派人抓来那两位检察员 给他们两个选择 要么拿走黄金 要么留下一条命 他们虽担心冯静瑶的报复 但也只能拿钱保命 许文强加紧对冯静瑶的报复 不然在报上写文章攻击他 更是发动了舆论 要求当局调查检察员受贿事件 他喊来丁丽 和他商量下怎么对付许文强 丁丽一时间也没有好办法 冯静瑶恼羞成怒 决定开斩穴的行动 丁丽再怎么劝阻 却见效甚微 三天之内丁丽必须行动 而丁丽却还沉溺在对城城的追求中 每日一束玫瑰是日地 城城看到这玫瑰若有所思 她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丁丽的影子 反而没有丁丽的出现 还有些失落 回到家中 丁丽邀请她参加她的授洗礼 城镇惨言 无必为她做此牺牲 丁丽却说 这都是为了她自己 让她的精神得到慰藉 她也厌倦了这腥风血雨的生活 丁丽交代手下 这次是为了冯先生做事 并不是为了她 交代完事情 丁丽与他们分道扬彪 丁丽前往教堂接受洗礼 手下众人去了报社 把报社人员徒入殆尽 就连在报社的陈汉林 也未能幸免于难 丁丽受伤躲在树后 丁丽们众人绕后袭击 丁丽声东唧唧 接连树枪积老且言 两人才幸免于难 丁丽受伤情况危急 需要手术施救 她害怕死亡 要求澄澄带她照顾母亲 澄澄情绪激动 鼓励丁丽 若要和她结婚 就要好好活下去 许文强为刘明的轻举妄动 深表痛心 方艳云问她是否后悔 为了寻仇 死了那么多人 可能她的家人也不希望如此 在方艳云的确说下 许文强质疑 自己真的回来错了吗 她来到医院 看望受伤的刘明 恰好碰到了陪护的冯澄澄 二人点头问候擦肩而过 澄澄有意透露出 自己要和丁丽结婚 许文强听后稍作顿足 在报纸上 看到了澄澄次日结婚的消息 许文强彻夜未眠 内心极其矛盾 在打电话到冯家后 她下定决心赶往教堂 教堂内 丁蜜和澄澄的婚礼正在进行 当目睹二人交换戒指后 心中仅存的一丝希望都幻灭了 她的面孔再次回到冰冷 丁蜜对许文强的突然出现 一直耿耿于怀 蜜月期 近日酒劲对澄澄大发脾气 文强收买学生到冯家示威 冯敬腰不胜其烦 当下发电报召回丁蜜商议对策 丁蜜回到家中 冯敬腰不仅让她处理好这件事 还有她 为连任下线功夫局董事翻走 丁蜜表现并不太热烈 冯敬腰阴险地删起她的度议 我认为最安全的办法 就是杀掉许文强 无论是为了她 还是为了自己 丁蜜一定要除掉许文强 最近冯敬腰的活动 被许文强接二连三的破坏 冯敬腰觉察丁蜜最近不是太卖力 决定亲自召开高级职员会议 证明自己饱刀未老 会上 他派阿祥的表弟做经济顾问 并决定大幅度提升印刷厂和报馆人员薪资 企图拖垮其他报馆及此垄断舆论 他的阴谋被许文强识破 许文强让学生和机武门的弟子代替工人 这样各大报纸 又出现大量关于冯敬腰的负面报道 冯敬腰听到这个消息 一时间气急攻心并倒床侧 雪上加霜的是 一直支持她的西人会 这也表示不再支持她连任下界滑动 诚诚天真的劝父亲 放弃一切安详晚年 冯敬腰一派枭雄壮 声言她是不会妥协的 成成陪丁丽出席 工部局董事就职礼 无意间与许文强相遇 成成稍显不安 成成感到身体不适 让丁丽送她回家 她却度火中烧 冷凤成成 是不是受不住许文强和方艳云气热 成成面色苍白 亮相走出会场 丁丽眼中却满是怒火 丁丽深夜醉酒回家 发狂地拉起病棕的成成大肆辱骂 成成被推倒在地痛苦万分 经过医生的抢救 证实成成父中嗨而流产 丁丽后悔莫及 向成成深深忏悔 表示她实在太嫉妒许文强 以致一时失去理智 成成心灰意冷 要求回父亲家休养 冯敬腰属下的银行 多了很多新户 情况显得很不寻常 丁丽推测 这件事背后肯定有阴谋 然而增加的新户却越来越多 丁丽淡定指挥一切 暂时停止所有公债活动 更调动外地的资金 集中到上海 这存货的问题刚解决 提款的问题却又暴露了出来 紧随而出的 就是冯敬腰逃跑的消息 丁丽吩咐银行彻夜营业 再召开 一个记者会辟谣 冯敬腰才松了一口气 长短见丁丽最近很是辛苦 大为感动 决定陪丁丽回家 探望丁丽的母亲 小两口顿时和好如初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纺织厂的工人进行罢工示威 要求资方加薪 丁丽提议 应该采取铁腕政策 或开工就辞掉他们 另外一批人不就行了 当工人们得知自己被开除 递时间情绪高涨 随时都有可能冲进工厂 丁丽安排让巡捕房过去处理 可没想到的是 巡捕房的人迫于工人的压力 一个巡捕却开了枪 丁丽这部就遭到了一通怒斥 法国领事来访 建议冯敬瑶花钱消灾 冯敬瑶却力排众力 不能把这事拦在自己头上 他是不会出钱的 更不能给巡捕房拦责 而丁丽还是建议 拿出钱来处理此事 冯敬瑶张口否决 转身离去 死掉工人的葬礼上 猎人王拿出一笔抚恤金 给死者家属 许文强发表了一通 慷慨激扬的演讲 这批公园和学生蜂拥而至 集体来到巡捕房 法国领事 待人开枪镇压 却拥有死伤 许文强在商会组织的落会上 一番爱国的言论下 发动了一场全市的大把攻 受到众人的热烈响应 而今的冯敬瑶恨 许文强和猎人王二人入骨 他让丁丽把他们除掉 丁丽分析失败的后果 冯敬瑶已全然不顾 甚至还责怪起丁丽 放走许文强 丁丽哑然 冯敬瑶勾结外人 已被各大暴霉披露 臭名远扬 晨晨在剧社内也是饱受歧视 她仍不气馁 要参加剧社到各地的巡回演出 并要上演许文强等人所编新剧 当丁丽得知 剧社有许文强参与 认为成城和他于情未了 一时间醋意大起 千方百计阻止他再到剧社 成城坚持己见 丁丽怒火中烧 拿起枪就要杀掉成城 还好有丁母阻止 不过他拿着枪就出了门 成城担心他去找许文强算账 把事情闹大 事先致电许文强让他戒备 丁丽在许文强家门外大吐大叫 许文强置之不理 没想到丁丽挟持了非来的方艳云 无奈他只好出门查看 丁丽持枪指向昔日大哥 他带着几人进了屋内 许文强认为他铤而走险 是冯敬瑶派来的 原来是因为冯成城 许文强动之以情 小致以理 甚至把成城打电话来 是为了让他放过自家丈夫 最终文强化险为夷 丁丽也有所感悟 他找到外出散心的成城 直言自己疑心太重 以后他会改变自己 成城心中甚是安慰 法租界当局 自枪杀工人事件后生育日降 只好禁烟禁毒重振名声 此举对冯敬瑶经营的事业打击深重 冯敬瑶受以丁丽制造恐怖事件 希望租界内当局能改变主意 一时间 租界内奇迹事件频发 冯敬瑶得知 聂人王将会在远东运动会开幕里露面 开幕里之后 他会去武汉接受委任 他对其他手下不放心 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丁丽 深夜 丁丽左思右想开灯饶醒成城 把自己对他演出的话剧 上流与下流发表了看法 除了他不能陪他去巡演 还让他推掉演出 次日丁丞独自离去 而丁丽则进行乔装改办 准备自己的刺杀行动 丁丽和手下混入会场 刺激实施行动 在开枪射箱一人后 乔装后的丁丽挟持 另外一名机舰手离开 行至出口 他摘下面罩发现并非念人王 他仍开枪击毙所挟持之人 虚晃一枪后逃之夭夭 冯敬瑶刺杀不成 又有买凶刺杀 法国特派专员的嫌疑 法国领事夭之谈话 献他一月内离境 诚诚参加的巡演 突遭禁止 颓然返家 丁丽看到诚诚返家 欣喜不已 他告知诚诚 父亲近日遭遇 诚诚诚内心无限凄凉 而今的冯敬瑶 已垂然没了 昔日大佬的风采 一心只想去天津平静的生活 丁丽还没说出 自己内心所想 就被诚诚打断 常年打黑枪 而今也担心被打 冯敬瑶安排阿翔 多安排几人巡逻 省得有人从窗部进来 丁丽还想留在上海 他责怪诚诚 为什么不让自己说出来 是不是也想让他去天津 诚诚也不与他多言 匆忙离开 丁丽对诚诚频频去剧社 深感不满 再加上 酒会上几人闲谈的绿帽事情 疑心扑重的他 再次来到剧社 下巧碰到欧阳汉 正在鼓励诚诚 他误会二人别有关系 初权就痛殴欧阳汉一顿 二人言语再起争执 丁丽放下狠话 随之离去 不久 欧阳汉突然被寻补房逮走 诚诚与巨人前去查看 许文强和方燕云恰来探视 方燕云求见方局长 从他那里得知 聂人王正是检举人机 诚诚反家 逼问丁丽是否主使拘捕欧阳汉 丁丽怜否认 并提醒他小心一些 诚诚往牢中探视欧阳汉 欧阳汉被折磨得鼻青脸肿 他反而鼓励成城要振作 坚持演好出作的牢拉 许文强也来到牢中 再次碰到城城 他提醒城城尽量不要来这里 对他这个主演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深受欧阳汉鼓舞的他 此时也不怕这些 来到狱中 他劝欧阳汉委屈一下 坚属一份悔过书 离开上海 而欧阳汉却至死不从 还劝他离开聂人王的那些人 许文强去找方燕云 恰好碰到王总监在此 王总监刚打万分 只能辞行 你不是为了报答我 才对我这么好 这个深爱许文强上海滩交界花 才是在许文强背后 默默付出的女人 今夜他侧面表白 却被许文强婉拒 至少小编认为 他们才应该最终在一起 丁力要求城城一同赴宴 冯敬瑶即将离开上海 在家宴请亲友话别 城城却坚持要返回聚社 两人冲出再起 城城提出离婚 丁力以神父名利拒绝 聚社社员为救欧阳汉 发起请愿游行 众人都举手赞同 唯独城城犹豫万分 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 城城独自离开 城城在路上举举独行 恰好碰到巨师社员们游行队伍时 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 游行中 社员与寻补冲突 多人被捕 城城赫然在列 许文强得知消息后立即出门 丁力家中得知消息 她却不见踪影 这是常规 告知后匆忙前往 丁力来到寻补房 却得知有人已经保释 许文强送城城到家 却被丁力撞个正朝 文强风度翩翩 把城城交给了丁武 而丁力却一言不发 文强走后 丁力却大发脾气 连丁武的劝说也置之不理 甩门而出 丁力在外逍遥快活一夜 回到家中 城城已收拾完衣物离开了家 她又来到冯家 给老丈人说了此事 冯静尧大发雷霆 让丁力抓紧巡回城城 当了众人面 丁力一改常态 出言顶撞 冯静尧面色难堪 丁力出门 看不到人回家的路上 阿诚被绑双臂 慌忙逃离 受到惊吓的丁力 出将击毙 看到是阿诚时 慌忙上拳查看 却被阿诚带人揍了一顿 原来这是冯静尧的警告 临走前 阿诚告知他 城城的落脚处 如今的法租界 治安混乱 诸户屡受滋扰 史文强提议 这与近日肃清阴堵 令流氓无以为生有关 他提议取消禁令 暂时安抚帮会中人 在进行逐步肃清 聂人王随身附和 欧阳汉已被打入死囚室 城城和汪月琪前来探视 被监狱长拒绝 许文强闻声赶来 以个人名义担保 才得以方便 他带着城城和汪月琪来到狱中 城城劝他不要强硬到底 误作无畏牺牲 在城城的激将之下 欧阳汉最终觉悟 在众人的护送下 欧阳汉离开了上海 被暴揍一顿后的丁力 再次找到冯城城 很明显 这次他又是来求得原谅的 城城要求他回天津 很明显 丁力还想留在上海 对丁力看得透彻的城城 已经明白 他们之间已无可挽回 一声再见 心格永远 法租界的禁令得以取消 丁力代表总会众人出面 要求在法租界内夺回领导权 冯进遥不看好丁力 让他不要插手此事 还是跟他回天津 自己的家产够用了 并交代丁力 找时间带城城回家吃饭 他好好劝劝女儿 法租界内禁令虽已解除 但群龙无手 争斗越发激烈 聂人王建议众人暂停帮派争斗 许文强敌意 由聂人王组建一个商会 众多帮会参与其中 大家逐步脱离黑道 众头目随身附和 聂人王与流明商议 要经武门也一起参加 流明不愿与流氓群体同流合污 聂人王言语开导 许文强也事实负义 聂人王支开流明等人 和许文强密伤要事 文强建议他 现在出手除掉冯敬遥 聂人王却安抚他 不要轻举妄动 眼下当务之急 是要搞好经济和治安 如果非要除掉他 有经武门和帮会众人帮忙 他可自行行事 可现在冯敬遥准备充分 一时间也不可能除掉他 还是好好的为他做事 徐文强婉儿一笑 丁力亏空公款 被冯敬遥查出痛斥一顿 而丁力也一领无所谓 以后自己会还给他 看在成成的面子上 冯敬遥也只能饶他一次 聂人王邀请来七爷 请他帮忙做事 拿出一个名单让他过目 看完之后 聂人王收回纸条 送七爷离开 随手把纸条扔进炉内 在他们走后 文强赶紧拿出被烧的纸条 只看到这几个字 在刘明那里得知 今晚是公布局的联欢会后 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此时的红兵楼内枪声鼎沸 运会人员被屠戮殆尽 这是丁力最后一次 送成成到女青年宿舍 成成再次劝他 带着他妈妈离开上海 丁力直言自己是不会离开的 我发过誓就是死 也要死在上 他又问及冯静尧 对他们离婚是什么反应 诚诚坦言 为了丁母 他也不会那么说 给我一个机会 把冯静尧 机会我给你找 但是结果如何 就各安天命 史文强深夜开车寻到丁力 来到一个僻静之处 他提议两人再度合作 给他一个机会 除掉冯静尧 丁力私利再三 决定给他寻找机会 但他不会出手 一夜之间 上海滩的老大们相继被除去 或死于枪杀 或死于床上 丁力寻到三夜 逼迫他 协助自己坐上帮主位置 而他会想办法 拿到冯静尧的授权书 帮内头目 举荐丁力上尉 冯静尧勃然大怒 我这人还没走 你就想着分家产了 阿翔劝谐冯静尧 既然都要去天津了 还是让丁力在这里折腾吧 许文强前往女青年宿舍 找到诚诚 告诉他 上海文化厅 已注意到新民巨社 是他不要再参与巨社之事 诚诚态度冷淡 拒绝接纳 没过几天 寻谱果然到剧院 下达禁饮令 他无所畏惧 在寻谱的簇拥下被带走 冯静尧问丁力 诚诚的事 丁力全然不知 冯静尧让他帮助诚诚脱离困境 他却拿出一份 早已备好的上海帮会授权书 逼过冯静尧签字 一怒之下 冯静尧撕毁授权书 丁力找到方局长 要求保释诚诚 方局长要丁力保证 释放诚诚后 他离开上海 丁力一时间难以从命 只好致电求助许文强 让他出面劝诚诚 方烟云窒息此事后 主动请英 女人出马容易收效 最终诚诚被保释出狱 回到家中 诚诚把想去法国的心意说出 冯静尧拉着女儿回忆往昔 此时的他 心里所想的是如何影响天年 再也没了以前的争强好胜 丁力尾随冯静尧妇女被发现 他从暗处出来 冯静尧告知他 明天带着亲家母到天香楼吃饭 次日应会前 丁力来到冯家 他谎称 母亲身体不适不能出门 又暗中派人挟实惩惩 阻止他前往 到了天香楼 丁力以调虎离山记 把冯静尧的亲信李翔骗走 丁力又称 有要事与冯静尧密谈 他的亲信又被支开 此时许文强突然出现 他举枪指向冯静尧 丁力却掏箱对向他 他把许文强和冯静尧二人的枪搅去 这个游戏 丁力是绝对主宰 他先是抛晕大头 决定谁开第一枪 许文强一掌拍下 大头朝上 第一枪许文强过关 第二枪冯惊险度过 此时的丁力也没闲着 举枪一直指向拿枪之人 在许文强通过第五枪之后 指向描向冯静尧 冯静尧连番求饶 丁力扭头躲避 冯静尧 冯静尧的护卫文声进门 在丁力威逼利诱下 几人最终还是放下武器 丁丁摆脱鞋铺后赶来 却为时已晚 看着倒地的父亲 丁丁伤心欲绝 他质问许文强 为什么不肯放过他 此时的许文强一脸是人 他夺走丁力的枪 递给了他 丁丁补足勇气 拿起手枪 盯向文强的脑袋 他反驳后退 一枪射他身侧的花瓶 而此时 金武门内弟子 却被屠戮殆尽 原来这一切 都是聂人王的安排 他告知刘明 金武门的会址 已经安排好了 过了今天晚上 他就可以重开金武门 刘明兴奋地 想打电话 告诉许文强 却被聂人王玩下 刘明开心地 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了金武门弟子 他们齐聚一堂 正准备把酒言欢时 宣布文声赶到 以非法集会拘捕他们 刘明提及特赦令 宣布头目 全然不顾 开枪击毙众人 冯承胜扔下手枪 含泪离去 文强来到 方燕云家中 他告诉许文强 刚刚金武门的人来过 说今天 是金武门重建的日子 想让他去管理 而许文强对此事 却一无所知 他来到金武门 只见尸还遍布 刘明山腹重伤 许文强追问究竟 弥留之际 刘明断断续续道出 许文强推断这一切 都是聂人王 主使寻补房所为 冯家内一片欺伤 强叔问程程 后事安排 及如何复仇 诚诚说 不许文强恩怨就此了结 并嘱咐解散组织 分点钱给大家 个人重过新生活 自己将前赴法驳 许文强再次寻到丁丽 分析当下形势 聂人王既然已对金武门下手 那下个目标 肯定就是丁丽 当自己被利用完 也会被做掉 再次见到聂人王 许文强与他 失与位移 怂恿他灭掉丁丽 趁他立根未稳 及早出手 聂人王表面仁义 可以约束丁丽时 他还是动了心 二人相议约丁丽 在百乐门见面下手 百乐门外 许文强和丁丽严阵以待 等聂人王到此 便开枪射杀 二人焦急等待 丁丽提议 灭掉聂人王后 二人再救兄弟 强哥冷水泼下 今晚你我也可能交代在这里 提及往事 丁丽却说 过去的事就忘了吧 也包括长官 是 丁丽王出现 但他竟斜阔方艳云同行 许文强不忍下手 却促失了大好良机 他阻止众人行动 被丁丽的手下 下黑手打晕 丁丽带人冲进百乐门 一阵火兵后 仅剩聂人王一人存活 他拿枪挟迫方艳云 逼迫众人放下枪支 丁丽无奈只好听从 丁丽王让丁丽把枪支拿来 他蹲下假装收枪 顺手摸到藏好的手枪 丁丽表示 自己不想让他死 许文强黯然 抱着方艳云 伤心地离开了 出病当天 许文强一脸颓然 怎么也不肯出席他的葬礼 丁丽提出 你我兄弟可以再次合作 完全整合冯敬尧 和孽人王的势力 那么上海滩 就是他们两兄弟的 许文强问及成成 丁丽表示和他已经结束 他今天把房屋卖了 明天就去法国 许文强来到冯家 他想留下成成 成成不给他任何机会 隐以间对他甚为失望 他知道此时 不可能留下成成 就提出 想和他一起离开 此时的成成心如死灰 再次拒绝 四姐在房里找到一本书 书中还有一张二人的合影 他吩咐四姐扔掉 文强胆紧要回 这本八金的家 再次回到许文强的手里 许文强驱车追上成成 提出自己可以送他 他来到青年会附近下车 二人申请对视 就此话别 看到后视镜中 停住脚步的成成 文强欣喜万分 以为他回心转意 然而来到车前的成成 却只是为了拿回那本书 见到丁丽 许文强问他是否去送了成成 丁丽坦言 自己在码头远远地送他离去 他手上拿着一本书 在孤单的大海上 应该不会寂寞 许文强谈及以后 自此 上海滩开始了一场 彻彻底底的肃清 上海滩彻底成为二人的天下 而丁丽也将成为新的华人董事 现在 连法国老爷儿让他们三分 常规来报 公共租界来了两个外地人 霸占了张机的地盘 却不肯逢时抽二 丁丽安排人 直接踩平这两人 听到这里 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可不就是曾经的二人 桥段都那么相似 文强感慨曾经的冯敬尧 如果像丁丽 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如果太平静 有人会怕我们势力太大 许文强坦言信不过自己 两人不可能一举这么安逸 毕竟 在法租界内太不平静 反而不利于统治 他们的势力过大 早晚会被正方打压 许文强提出 他要离开上海 这样就避免两人互相残杀 丁丽却抢着离开上海 许文强提议 谁离门口进 谁就离开 他抢先一步站起 单手按住起身的丁丽 许文强退步行至门口 嘱托丁丽明早会离开上海 具体去哪儿 明天会告诉他 刚到门口 一辆车驶来 枪声过后 许文强中枪倒地 车内一个法国人探头查看 丁丽手下持枪而震 这帮人驾车驶离 临死前 许文强告知丁丽 他明天要去的是法国 丁丽痛苦万分 关于许文强之死 有众多说法 有人认为 是剧中指向的法国人 还有人说 是丁丽在背后主导 当然 还有上海滩续集中 交代的是法国人所为 小编心中最完美的结局 大概就是 次日许文强离开上海 到达法国后 与丞丞相伴终生 你们认为 许文强的死因是什么 最完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